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朱老师 很高兴以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 去真正的去把一些比较有用的 实际性的一些东西去告诉大家 现在也有很多学员跟着我在做 然后他们的状态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那么在这样一个市场之中 到底什么样的基础内容 什么样的深入请出的一些内容 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对于我这样一位 比较在这个市场中 十三年的一位老司机来说 其实我还是比较了解你们的 所以说接着这样的一个视频节目 想传达一些东西给大家 其实在做这个外汇市场 其实说难不难 说容易也不容易 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方法 那么怎么在这个市场之中 过境自己的一个交易系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会给大家去介绍一些 简单的指标 这期之来的视频节目 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指标 指标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种有基础的 有比较深入一点的 有常见的 市场中 市面中大家都看得到 其中有几个点在我看来 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布林带 比如说军线 比如说MICD 比如说Fibo 等等这几些 这样的几些基础指标 在我看来 实战性是非常有用的 今天想给大家 是想给大家讲的是其中一种 那就是咱们布林带的一些使用和介绍 可能一些老朋友可能说 布林带我会用 但其实不然 布林带你可能只知道 它的一些基础的用法 基础的含义 但是具体 结合实际的盘面 我们该怎么做 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点 也是希望老朋友 如果知道这些知识的 能够温固和执行 那么对于新朋友 如果说还不了解这些知识的 那么可以听我仔细来讲 那么首先这是黄金的一个旁边 咱们把布林带的一个指标 给调出来 布林带的指标调出来 在这里插入 然后的话技术指标 是吧 然后趋势指标 找到这个布林的这样的一个英文 那么就是布林带 那么这个指标就在这个地方 好布林带我们调出来 那么在布林带调出来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参数可以设施 第一个时间周期 第二个偏差 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选择里面 时间周期 其实因人而异 但是基本的一个设置的话 大概就是在20 20的话是一个比较常用的 其他两个是17 26 21等等都用的比较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当然 我们就选择20就可以 这是比较常用的 也是比较贴合于市 贴合于行情的 所以说20 偏差的话 大家就选择2就可以了 所以说 确定 朋友们 那么这样的一条布林带 大家可以看到 就出来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布林带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形象 它整体能够包裹这段行情 你会发现 每一个开心的一些上涨下跌 都在这个布林带 这样一个 布林带这个包裹之中 来回的一个运动 那么所以说布林带还是非常的一个形象 那么在布林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旁边之中 有三条线 第一个是最外面的一条 第二个是最里面的一条 对不对 还有最下面的这一条 所以说布林带 其实它就三条线 上中下 其实我们也有对应的称呼 上面这条我们叫上轨 中间这条我们叫中轨 下面这条我们叫下轨 其实中间这一条也是一个均性的一个 应该是二十日均性 然后是结合在这个布林带里面 那么其他两个外轨 是一些参数的一些求和 然后平均下来的一个指标的一个产生 大家也不要去太过于深究 到个指标到底怎么是运算出来的 反正这个指标就是这么比较实战性比较强 比较好用 大家就能听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具体关键的点 我们该怎么去用 这才是最本质的问题 是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布林带到底怎么去用 其实是非常比较 比较可能很多新手朋友 对这个问题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去做 是吧 那么今天的话 我在这里给大家去讲清楚 刚才给大家说到的 布林带分为上轨中轨下轨 对吧 那么其实这个三条轨道 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形象 那么最关键最基础的作用就是 三个轨道它分别能够提供支撑和压力 这大家应该都知道 市场之中行情在不停的运动 那么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对应的支撑 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对应的压力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支撑和压力找到 在这些支撑和压力位置去做一些关键性的单子的话 那么咱们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这就是其中最基础的运用 那么上轨中轨下轨三个地方都能提供一个支撑和压力 对吧 那么其中大家要去区别上轨给到的压力和压力最强 下轨给到的支撑最强 然后中间这条轨道的话 给到的支撑和压力相对于外面两条轨道来讲 要稍微弱一点 所以说中轨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支撑和压力 那么上下轨的支撑和压力会比较强 所以说朋友们 那么根据上下轨 咱们可以去直接做一些操作 那么比如说是吧 来到上轨是不是我去做空 那么行情来到下轨我去做多 对不对 行情是不是就这么上去了 来到这个上轨的时候 行情是不是就下来了 所以说这是布林带最基本的应用 就是上下轨道能提供一个关键性的支撑和压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运用之上 大家能总结自己的经验 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交易的 好 这是今天想给大家最讲的最基础的东西 布林带是什么 怎么用 怎么设置 比较基础的支撑和压力 怎么去看别 那么这是今天去给大家分享的 当然这只是最基础的知识 那么在第一期节目之中 在第一节课中 想给大家分享的就这么一些 在下一期的一个节目之中 我还会把布林带 讲的再深入一点点 除了这些基础知识 到底还有什么比较深入一点的 实战性更强的一些点 那么在这里去分享给朋友们 那么在这个旁边 大家如果说我这样一个模板 大家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比较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弯 上面会有他的微信号 到时和他去对接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这些基础知识 大家也要好好去理解 那么在下一期节目之中 我会给大家讲布林带 接下来比较深入的一些运用 谢谢朋友们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交易顺利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